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魏郎人的底细 你也不是不知道 如果杀了龙王 后果不堪设想 真是烫手的山羽 得好好想想 市长 如果真是西田杀了杜队长 那咱们怎么办 忍 忍 忍 市长 咱在外面当了寒奸 背了骂名 在日本人那儿 还要忍其吞声 这话 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当初 为了保全三千多兄弟的性命 才走了这一步 有些事情 我冯某早就想到了 市长 可是日本人这次使得绝乎鸡 太狠毒了 这地里 要是长不出庄稼 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猎狼人 这次来我这里求路 就是想毁掉这批毒计 难道他们就没有想过 就算我这惯过了 里边守卫的全是日本人 就凭他们那几个人 死几回也进不去 时间快到了 我们先出去看看 是 师父 快点啊 快点 快点 陈先生 只有半个小时了 我看你的同仁是回不来了 我看你的同仁是回不来了 我看你的同仁是丢下你 自己逃命去了吧 我看你的同仁是丢下你自己逃命去了吧 冯师长 等不及了 就听梁先生的 马布冠 到 去 给梁先生换杯热茶 是 让开 快走 快走 快点 快走 先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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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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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师父 转弯 转弯 快点 转弯 转弯 快点啊 快快快 师父 你也跟上跟上 快点 转弯 师父 你怎么停下来了 累死了 师父 快走啊 你们跑来跑去的 跑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 不来了 师父 前面那个路口就到了 很近的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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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双倍的铁 给您 快点 拜托了师父 就正这几个铁 就前面就到了 快点啊 师父 送好了 就到前面路口 谢谢你啊 快点啊 师父 师父 快 快点啊 师父 快点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长 梁先生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他们一定是遇到了困难 我想拜托师长一件事 梁先生还有什么话请说 去年河南大旱颗粒无收 死的百姓百余万人 这件事情师长应该知道吧 想说什么就直说 不要拖延时间 通川一带历来是鱼米之乡 不曾有过断粮的事情 这一次日本鬼子要毁坏的是土地 是老百姓的命根子 如果让他们得逞 那么江南富庶之地 就会像河南一样哀鸿遍野 到时候会有多少百姓 骂冯师长是助纣为虐 当初我为保我麾下三千儿郎的性命 逃靠了日本人 早就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法国路易十五说过一句话 我死后哪管他惊涛巨浪 我自活我的 其他人关我何事啊 是啊 岳飞幕前秦桧一跪就是数百年 我想冯师长不会让自己的名字 被通传百姓骂上百年吧 少废话 把枪放下 梁先生 你到底有什么事要拜托我 说吧 不用绕这么大弯子 好 我想请冯师长 起意 起意 梁先生是在说笑话吗 不 通传城里只有一千日军 而冯师长的手下有三千人马 不说夺取通传 只要冯师长将毒计毁掉 知道真相的百姓 一定会为师长立生子的 师长 他这是要治咱们三千兄弟于死地啊 别跟他废话了 把他交给日本人 波哥 他们回来了 师父 师父 主婷 师父 还好吧 还好 你们是不是 师父 嗯 嗯 这就是你们说的证人吗 是的 是不是随便烂烂一个人 给我演戏 我把他弄醒了 你自己问问不就知道了吧 他马上就行 你自己问吧 队长 他们几个都进了这儿 您能确定吗 确定 队长 看来我们来晚了 怎么办 这里人手不够 多派些人员 不要让他们出来 还有 包括野权司令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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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一时地都跟市长汇报 他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喊什么 师父 师长 当时我就在楼下喝酒 我亲眼看见杜怀清队长 从楼上摔下来 当时西田队长就在楼上 师长 我看到的可都说了 你可不能把我交给小鬼子啊 我看报纸上 他们说 是猎狼人杀了杜队长 小鬼子 肯定是想隐瞒什么 他们心狠熟辣 要是知道我 肯定把我杀人灭口啊 你放心吧 在我这儿 日本人带不走你 马副官 到 去 派个人 看着他把他带走 是 走 梁先生 梁先生 好了 你们也可以走了 等一下 人我们已经带来了 你也求证过 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那接下来 我们说的事情怎么办 人我是看见了 所以 才没有把你们送给日本人 还有 我答应过你们 其他的事吗 是 不是 喂 冯市长 杜淮卿跟我说过 他妹夫 虽然现在是黄邪君 但毕竟是个懂情义 有血性的人 这 杜淮卿你也清楚 他的胆子并不大 但 他自己还知道 自己是个中国人 他几次联系市长 与我的见面 就是想让我们跟市长多多合作 多救几个中国人 还是那句话 我希望 市长能够起义 毁掉鬼子的毒计 这样 通川数百万的百姓 会把你铭记在心的 梁先生的意思是说 我为了让数百万百姓铭记我 而牺牲三千多兄弟的幸福 这件事 我不会干 好 咱们不说死 起义之后呢 我不能够保证 市长手下的弟兄 全都活灭 因为这是战争 一定会死人 但是我能够保证 如果市长答应起义 新四军会以市长里应外合 毁掉毒计之后 新四军接应贵部出城 加入新四军 这样 我们就能够一同抗日了 当新四军 梁先生 你是龙王 你可以舍身忘死 不顾一切地 为了毁掉这笔毒计 而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到我这儿来 面对面地跟我说话 我能不能这样认为 你为了完成任务 你可以说任何的话 说大话 拉我们下水 就是为了帮你们去打日本人 是不是 但是我告诉你梁先生 这件事 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这是我们在冒险 我是提着三千多兄弟的脑袋 去干这件事的 你知道不知道 那冯市长要怎么样 才能相信我们的诚意呢 听说你们根据地最高的长官是姓张吧 对 如果你们那位长官想来通川 我倒很想好好地跟他谈一谈 不过我要告诉你 通川城里到处都是日本人 我想你们那位张长官不敢来吧 行了 奇异的事咱就不说了 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好 冯市长 我一定将此事向上面汇报 我相信张政伟一定会亲自来到同川 与市长见面 那我们就告辞了 报告 市长 刚才咱们几个兄弟出去 被小鬼子拦了下来 我发现是西田 怎么办 看来日本人 已经知道了你们在我这里 冯市长那里 还有没有其他的出口 看来大门都被堵上了 其他的出路肯定也会有人把守 这样吧 冯市长 可以把我们几个人交出去 但是我恳求你一定要毁掉毒计 这些话就不用说了 马副官 到 去 是 给秦府支长打电话 让他把队伍给我拉过来 是 队长 西田队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冯市长 我已经对你的手下解释过 在你家附近 发现了雷狼人 我们前来抓捕 抓捕雷狼人是你们的事 你带着部队把我的宅子围起来了 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知道的 冯市长 雷狼人擅长暗杀 帝国军官和黄契军的高级将领 都是他们的目标 我们必须保护好冯市长的安全 这么说啊 我还得感谢西田队长喽 不必客气 这是我的职责 市长 请不要封面赶到 好 我自己的队伍来了 可以保护我的安全 你可以带任队伍撤了 去全心全意地追捕雷狼人 护市长 我并不相信贵国军人的能力 这里必须需要 日本军人的保护 怎么 你不相信我这些兄弟 护市长 我没这个意思 兄弟们 西田队长 不相信兄弟们能保护我 你们同意吗 不同意 不同意 好 给兄弟我 争口气 方元两公里 给我戒备起来 行动 不是啊 你的这种行为 是对帝国军人的侮辱 其后果你是应该明白的 西田队长 你的这种行为 对冯某也是一种侮辱 我会向野权司令报告 梁先生 咱们从后边走 好吧 走 走 怎么回事 把枪都放下 把枪放下 放下 放下 野权司令 是这样的 西田队长 带人围住了我的宅子 难道野权司令 也怀疑我 对大帝国天皇的忠心吗 野权司令 我的手下亲眼看到猎狼人 跑到冯师长的府上 西田队长 你这是血口喷人 都知道 猎狼人是我们帝国的敌人 我怎么能和我们的敌人在一起呢 野权司令 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禀报 杜怀卿队长 也就是我妻子的亲哥哥 不是死在猎狼人手上 而是死在了 西田队长的手上 所以西田队长 怕我报复 故意栽赃陷害我 西田队长 为什么要杀杜队长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杜队长死后 我就听到了风声 有人看见 是西田队长亲自下的手 所以西田队长 带人围住了我的宅子 就是想抓住这个人杀了 让我无法向野权司令报告 这个人呢 现在就在我的府上 西田队长 你不是说 猎狼人在我的府上吗 那就请你和野权司令 一起进去看看 你敢进去和正人对质吗 西田 你跟我进来 马副官 到 把张警官带到军营去 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 到时候还得给我们出来作证呢 是 西田队长 西田队长 请给我们一个解释吧 西田 你为什么要杀杜队长 而冯师长 是帝国最忠心耿耿的军人 为了冯师长的名誉 我只能对外宣称 杜怀卿死在猎狼人的手里 有证据吗 有 在我的办公室里 冯师长 我相信西田队长说的话 刚才他还说我府上有猎狼人 有吗 有吗 在哪儿呢 可能是我的手下把情报弄毁了 你放心 回去以后我会严厉惩罚他们 冯师长 西田队长为了抓猎狼人 付出了很多 他的压力很大 所以说在工作上出现一点 小小的纰漏 我们应该理解他 他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而隐瞒了杜怀卿的死因 这就足以证明 他对你并不存在个人的恩怨 好了 让你的士兵都回去吧 你现在最重要的职责 是保护化工厂的安全 是 西田 方秉辰现在是帝国必须利用的人 杜怀卿是他的亲戚 不管怎么说 他对你已经不满了 你的职责 是抓住猎狼人 保证通川的治安 以后不要出现在他的面前 明白吧 明白 出去 这个消息很重要 我马上想上机汇报 如果冯秉辰能起义 老梁啊 你可立了大功了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啊 忠宁 汤勺 三民他们 那可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要不是他们把张巡景带回来了 我没准就撂在那儿了 三民不用说 忠宁和汤勺呢 参加猎狼人时间很短 我看 一定是个成熟的猎狼人战士了 老梁啊 你这个老师功不可没 队长 封炳辰跟猎狼人一定见过面 我们的人不会看错 我知道 封炳辰是给猎狼人做掩护 他一定有问题 可是野权司令 不相信我们 为了帝国的利益 有些事情 我们必须自己来做 欣夫师长 欣夫人站好 大哥 你说咱师长 这么跟小鬼子对着干 会不会出事啊 杜怀星是他大舅哥 他被日本人杀死了 冯师长能不着急吗 你也知道 他老婆死了 他连小的都不肯逃 他那个宝贝女儿 跟杜怀星可亲着呢 不过也没事 毕竟 我们手里 现在有几千条枪 日本人 怎么也得掂量掂量 不过咱好歹也在 小鬼子手底下混日子 小鬼子可不是什么擅长 这要给咱们扔的前线 当炮灰 死的没点说理去 别说 这种阴障 还真有可能 秦副师长 山本长官 我们西田队长 请您过去说两句话 市长 要是姓梁的 真的把他们的张政委 叫到咱们通川来了 咱们怎么办 李狼人 真是僵了我一军啊 不管他们谈得怎么样 只要日本人觉得 我们跟新四郡的人有瓜葛 他们是不会替我们解释的 您说这可怎么办 我倒想问问你 你对日本人 往田里撒毒剂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呢 这是段子绝酸的事啊 说得对 现在化工厂里边 就在制造毒剂 只要日本人 往田里这么一撒 咱们三千多兄弟 真的就遗臭万年了 实际上 跟共产党谈谈也没什么 可师里这么多人 难保不会泄密 再说 我也不知道师里 到底有多少人 能跟我一条心 如果谈了半天 还没谈出个所以然来 叫日本人发现了 那可就危险了 市长 那您说怎么办 让我再想想 这样吧 你先把可口局关的名单 给我列出一份来 去吧 好 杀掉师长 如果封炳辰死了 你就是一二四市的师长 西天队长 师长对我们恩重如深 如果让下面的弟兄知道 师长是被拟 那肯定会跟皇军打起来的 封炳辰一定会死在 猎狼人的暗杀之下 到时候你就安抚好 你的手下就行了 我会 在野权司令面前 替你说好话的 齐列队长 这 这事我真敢不来 你就当我 什么都没听到啊 齐副市长 我知道冯炳辰最狠他的手下 是七男八女 可是我也知道 头几天秦副市长 抢走了一个走江湖唱戏的姑娘 藏在吉祥里 假如你不同意 我相信你出门会有意外 会死在利老人的暗杀之下 冯炳辰 他一定要死 就看你死在他的前面 还是死在他的后面 老梁跟三迷他们 还去花工厂干吗 万一冯炳辰不答应呢 咱们还是自己打 这就叫做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其实大家都知道 要是打花工厂 咱们都得死 那也必须打 手子 你怕吗 当然不怕 说不定啊 咱们很快就能去见小别了 要是我们的死 能换来中国人更多的性命 那也值了 他不怕 我根本就能去想 那么小别人 你也不怕 那么小别人 那些人 你也不怕 你也不怕 你能够在你 那也不怕 你不怕 那你不怕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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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份名单上 怎么没有秦副市长的名罪啊 市长 咱们偷了日本人以后 副市长一直跟日本人走得很近 秦副市长 你是跟我多年的兄弟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市长 保险起见 咱们还是小心点好 快 好像有点不对劲 有人要查封明辰 快 咱们还是小心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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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队长 我从外边上去 去吧 好 师长 快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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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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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周年 三明 傻子 我 很高兴 和你们一起战斗 可 可惜 以后 再也不能和你们一块儿 杀鬼子了 三明 你别瞎说 我们还要一块儿打鬼子呢 三明 队长 周年逼我左眉 你要是调走了 就让周年 踏西队长 打个女龙王 你放心 三明 三明 你说什么呢 三明 周年 这女子 身大肚子 可真的要什么 三明 你别说了 三明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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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施长 此妒忌的事 太多了 不能再让小鬼子 杀咱们中国人了 兄弟 这些话 我记住了 兄弟 Vorame 兄弟 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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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 你停车 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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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明 四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先生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根据地那边来了消息 张政伟 这两天就要来城里跟你见面 我们今天 本来是想跟你研究一下见面的细节 但是刚到门口 就看见有人要刺杀你 原来是这样 多亏了这个兄弟呀 不然的话 梁先生 多谢救命之恩 我一定 查出个水落石处 给梁先生 一个交代 是自己人 那我呢 你还要吃啊 周宁 你干什么去 周宁 你别这样 我 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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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你一定要走吧 你还在怪我 等完成这责任 回去再说 我会站好最后一半口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猎狼人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冯宅 马上报告野权司令他 不用 等他过来 猎狼人早就跑了 上次他已经不信任我了 还有 现在尸体就在那边 说不定冯炳臣会翻摇我一口 他会不会发现什么 这些人都是花钱找来的杀手 根本不知道底细 命令 锦定冯炳臣 只要他和猎狼人有接触 立刻向我报告 还有 通知请标 把冯炳臣在军营中的一举一动 也要报告过来 是 喂 市长 咱们过来了 没让别人看见吧 没有 好吧 让咱们过来吧 是 张磊 冯炳臣 冯市长是不是还要验证一下我的真实身份呢 你看 兄 贵党的作风冯炳啊还是略之一二的 好 请 请 我想冯市长最担心的就是手下三千将士的出路 这个嘛 我可以保证 冯市长到了根据地 队伍不会打乱 有单独的饭号 成为新四军的新建士 冯市长以为如何 我相信张长官的保证 好 我决定 帅领一二四师 起义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冯市长 不用叫我张长官 叫我张政伟 或者老张都行 那以后咱们就是同志了 那接下来 我们上讨一下起义的时间和细节吧 冯市长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 老梁 冯市长 等一下 市长 是秦副市长 老梁 快接住他 他跟西田有勾结 是 快去 张政伟 你刚才说什么 本来想谈完之后再跟你说 还记得要暗杀你的杀手吗 我们得到了情报 那些杀手来自晚西 是被新四军打散的刘匪 前段时间 借了暗杀你的买卖 后来经我们细查 查到跟他们接头的是秦镖的副官 我会看 你不在买卖 这一回事 我们下期就请不上 你不在买卖